嗯 再见 那跟我包的比怎么样 我不喜欢只代表我的感受 就感觉今天好多钱都白瞎了 谈不上 就是替大家省钱了 今天我们试吃的这20个亚洲风味的美食 全部都来自Costco 他们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新品 有素食 有零食 也有饮料 这个是我们这儿的Costco 这个星期的新品 非常非常的新 这个是羊汁甘露 这个是两瓶桩 但是它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果汁 它写的是百分之三十的果汁 如果你要是想确定一个东西甜不甜 非常简单 你看它后面的成分表 它这个额外添加的糖占到了百分之六十 理论上呢 它就会可能比较甜 好喝 它柚子的果肉 要如果再多放一点点 有一点苦的味道出来的话 它就比较接近于那个 羊汁甘露本身的味道 只能说这个羊汁甘露风味的饮料 但是它其实不像羊汁甘露 但是好喝 对 它里边有好多的 这是果冻吗 还是鸡肉 鸡肉 吃起来非常好吃 我觉得小孩肯定特别喜欢 不喜欢 老麦因为家里有一棵芒果树 所以他吃芒果已经吃吐了 所以他一闻芒果味 他就不喜欢 OK 那说明他芒果味还挺重的 对 如果你家孩子喜欢吃芒果呢 这肯定是不二之选 我不喜欢只代表我的感受 接下来我们试的这个是阿拉斯加的黑血鱼 它是野生的 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它的味道就是味增的 是五星级饭店的品质 因为它这个血鱼的品质是非常高的 然后它用的这个味增呢 据说是日本本土 什么山泉养的什么什么豆子 然后做的这个味增酱 它就给你放好块了 我觉得这非常贴心 土块 味增酱实际上是在里面是一个腌制的状态 它应该已经非常入味了 这个化冻的方法是放在冰箱的冷藏区 让它在低温状态下进行自然解冻 它出来的这个效果才能真正的保持那种新鲜的那种口感 空气炸锅也行 我们肯定选最简单的方法 400华氏度17到20分钟 就烤了 14分钟 14分钟 因为我们烤了10分钟 想翻一下 发现它就已经快好了 有一点焦了 不太敢烤足了 我感觉它那个后面写的不太对 我最喜欢吃鲜鱼了 因为它是蒜瓣鱼 你看 蒜瓣肉 哇 哎呦 看 里边熟了吗 熟了熟了 肉质没了 说鲜的味道是足足的 它的调味我觉得是一级的棒 因为它这个鱼呢 是阿拉斯加的鲜鱼 所以它的油脂非常非常非常丰富 那你吃的时候你就感觉有一种 那个油就 就沁满了你的那个口腔的那种感觉 然后它那个鱼的那个肉质又非常的明确 有点像吃螃蟹那种感觉 这是鱼油啊 是吧 对 我说的也不像是水 就为什么我们选海鲜 一定要选冷水区的海鲜 因为它就肥美 它说的这个品质是五星级饭店的品质 可以的 我觉得是室友的 它操作太简单了 就冲它这一点 然后它出来这个品质是如一的 嗯 嗯 达达 推进 考考新品 和果子 就是日式的一种小点心 五种味道 然后二十个 每一个味道有四个 它这还挺贴心的 给你分这种两个 因为理论上确实打开吃不完 可能不太好 怕咱俩吵架 一人一抱 是吵架 都给你 把这道给你 Product of Japan 所以肯定是日本生产的 还应该是比较原汁原味的 这一个呢 热量是180坦 感觉还不错 我把它打开了 一人90 行 给您这一百 嘿嘿 有点像我们平时吃的那个日式的那种蛋糕 就是它外面的皮 然后里面就是白豆沙 配上茶之后特别的好吃 因为我们家没有绿茶了 我就用的是茉莉花茶 绿茶会更好一些 因为绿茶更苦一些 它更好的能中和和果子的甜味 光嘴吃它肯定是甜的 因为它不是让你光嘴吃 哎呦我去 这个应该不好吃 嗯好吃 外面是白豆沙的皮 里面是红豆沙的香 第二个甜度更高 哎这个好像不错 这个像栗子 好给你吃大部分的 我吃小部分的 嗯 吃到现在呢 我觉得没有难吃了 但是口感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都是特别甜 然后特别软 就那种 然后里边有豆沙 这个如果 哎 如果 如果 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 你怎么办 这个看上去还蛮好看的 也挺甜的 我本来想说这个好像 没有那么甜 对 我想说这个好像没有那么甜 吃到后边你就发现完全一样 嗯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咱俩分 分到扬镳 哇 哎真的 这个真的豆沙的感觉 对对对 里面是豆沙 外面是蛋糕 就是那种日式蛋糕 铜锣烧差不多是吧 呵呵 吃着一个比较香 不太一样的 就是跟前四个都不一样 一个家庭就这么一组十个 我觉得就更好了 对对对 我觉得十个是比较完 然后两组呢 反正可能 吃起来有负担 就会吃腻了 对对对 中秋节你比如说家里来客人 或你去别人家 送一半是吧 送一个拿走 你又可以送一盒 我觉得大家打开一起吃 给孩子的 哈哈 本期节目就到这结束了 拜拜 这个是Teriyaki味道的 品质还不错 它上面说每一碗呢 都有丰富的蛋白质 它里边呢 还有这个毛豆啊 肉 蔬菜啊 肉啊什么的 它里边有鸡肉啊 照烧鸡肉 我们看一看 它说这个加热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把这个上面的塑料皮给它撕掉 我去 火 它说放在微波炉里高火 一到两分钟就可以 好了 现在就是微好了 我可以告他诈骗了 表面的广告图是真的是个炒饭的样子 我买的时候我就嘀咕 他没说这是炒饭 但是他画了一个炒饭 上面粒粒分明 然后这边 这就叫买家秀与卖家秀 就是一坨 兴许它吃起来不错吧 有难同当啊 来来来 味道还行 它有点像粥 但是它这个米呢有点硬 明确的偏甜 明确的偏酸 对酸甜特别明确 优势就是方便 一两分钟就能吃了 它里边这个汤是鸡肉汤 没有掺任何的防腐剂 所以这个东西呢 要放在冷冻里面去保存 就是有点难吃 其他的反正就是有点难吃 那怎么办 这四个呢 接下来我们试试一款 日式的小零食 这个也是这个星期 我们这儿康康的新款 这真的是米花 米做的 应该是酥酥脆脆的 就这个呀 好酥啊 这个是我们小的时候 吃到带的那种零食 就淡淡的甜 淡淡的咸 吃起来特别酥脆 你牙口不好也完全可以吃 酥酥脆脆的 好吃 可以喜欢 小孩应该不会抗拒这个 你想吃吗 要不给你抓点 要不给你抓点 需要吗 好 那就没有那些 我俩有对应 身体还是很成熟 你是想再确定一下 嘿 这就不浩荡了 这肉饺子它说是鸡肉跟猪肉的 这还挺方便的 这里边一共有 四伙 五包这样的 五包啊 一二三四 哦那真的很划算 调料也是五包 它说的这个步骤还是非常清晰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 不用放油 然后呢你就直接把它放在锅上 中火 放上水 这水人家也说的很清楚啊 3OZ 七分钟以后呢 把盖打开一直到那个水 就全部吸收了 就干掉 然后你把它翻过来 然后晾凉 然后哎 就可以一拽了 相当的靠谱 没想到能坚持这种效果 我一开始心里还蛮嘀咕的 我觉得可能吗 好吃 它的底是有点尖叫的那种感觉 上面有像蒸饺那种感觉 对吧 比较清淡吧 然后有鸡肉有猪肉 是明显能吃出两种肉的味道的 总的来讲就是如果你对饺子 没有那么挑剔的话 我觉得它是OK的 性价比非常可以 品质是完全对得起价格的 12分钟以内就能上桌 12个饺子也够小孩吃了 当然也看什么小孩 巨鹰就算了 说你自己啊 鹰 我饿了 我饿了 鹰 鹰像话 请教我巨 它鹰非常好 你觉得上面脖下非常的crunchy 像非常好吃 那跟我包的比怎么样 多好吃 你是不是这样开餐 有什么都好吃 有机红薯干 大包装里边有6个小包装 所以你出门玩的时候 带着的也很方便 特别黏 然后吃起来也非常的甜 我总是觉得它好像加了额外的这个糖啊什么 但是确实没有加额外的糖 确确实实就是纯的红薯干 什么添加剂都没有 吃起来非常非常的软 闻起来就是街边上那种烤红薯的那个味儿 甜度也非常的甜 又软 然后又焦 又甜 非常好咬 咬下去就断了 你如果不是借糖的话强烈推荐 它这一袋的热量是240也还行 好 你吃吧 我觉得我就是那种可以跟你共苦 但不能跟你同甘的人 所以你就吃吧 我说你怎么都爱喝express 俺也一样 这个包子我买的时候就觉得它有点像叉烧包 写的是garlic barbecue chicken 它这也是一打开是两个盒 一盒是6个 我觉得性价比是够的 它这个还可以 你看 那我们就先蒸吧 它说两种方法 一种是蒸 蒸的话就是5分钟 微波炉的话是30秒 裹上那个湿的纸巾 对吧 那我们就蒸5个 然后微一个 好那我们试试看 好 微的呢就非常快 30秒就好了 然后现在蒸烤箱还蒸着呢 我们先打开这个微波的这个 但感觉怎么没熟啊 哦 还可以 这样是 熟肯定是熟 我觉得它 背之前就已经熟了 什么 什么意思 哦 它的味道特别的teriyaki 微30秒显然不够 它里边馅还有一点凉 好奇怪 特别甜 它这个馅 让我想起刚才那个和果子 不推荐啊 第一它那个外面的皮黏黏的 它不是那种像馒头啊 按说叉烧包外面的那个包子皮 应该是那种 Q弹的 Fluffy的那种感觉 它有点黏牙 对它还有点黏牙 然后里边这个馅呢 巨甜无比 就是甜到 它刚才说的 我以为在吃那个和果的 我想配一杯咖啡 就我从来没有吃过一个包子 它甜到这种程度 它就是叉烧包也不会这么甜 这太甜了 那从价格上讲 我愿意大家 喝茶的时候配一个这个 就不用买和果了 刚才那是煨的 然后这两个呢 是我们用蒸烤酱给它蒸出来的 我摸了一下就知道 它这个面是蘸牙的 是不是跟煨的没啥区别 有区别 什么更难吃 这个我不想让我们家小老麦尝了 会导致蛀牙 不是 还甜啊 还沾牙 吃的很绝望 不过这个是我们这种 试吃类节目的一个好处 一个意义吧 就告诉大家 反正我们是觉得这个真的不好吃 就对于我们个人来说造成了浪费 然后对于大家 这个观众来讲 就不会造成更大范围的浪费 就别买 浪费我一个 幸福大家 日式面包 一个是北海道奶油风味的 一个是巧克力风味的 一个是巧克力风味 北海道奶油风味的是我的最爱 主要是它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 因为你在一些亚洲超市也能买到 它这一个就要卖两三块钱 但是在考考非常划算 它这个面包好是好在哪呢 就后面还有一个这个 好嘞 不是开玩笑 它这个面包就是你看你一打开呢 它就一丝一丝的 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形容 你看 这样一层一层的 特别适合喂鸽子是吧 奶油的香味非常非常的浓郁 如果你要是觉得这面包点甜的 你也可以配咖啡 你要是觉得它甜 你可以吃刚才那个包子 那包子比它还甜 你就不会觉得它甜 那包子真的太逆甜了 你吃那包子你得就嘞 咱别再Q那包子了行吗 你看它这个就特别明天 我更喜欢这个 我觉得巧克力的这个感觉挺好的 它每一层都有巧克力 所以如果你喜欢吃巧克力的话 这个应该能满足你 你看 也可以的 也可以的 苦吗 苦味 有一点点 就从鼻子里窜出来的香味 其实也不像巧克力 奶油面包跟巧克力的混合的那种味道 好吃 这个我是强烈推荐 因为它性价比非常高 这炸鱼鱼圈好像不是所有的CowCow都有卖的 但是如果有的话 它也不是一个特别新的产品 已经上市一段时间了 好 里边还有两个酱 它这个就是裹了面糊 它已经熟了的 就那个鱿鱼圈 嗯 还有那个鱿鱼须子 它也都炸了 它这个酱蛮有特点 它是湿拉茶酱 加上那个熬里酱 它就是有点酸甜辣 蒜香 反正它这个酱 还不错 用烤箱 或者用空气炸锅 那我们就用空气炸锅了 那肯定啊 空气炸锅就是400化油度8分钟 给我们去餐馆吃的那个新鲜程度不在一个层级上 餐馆呢 因为它因为它非常的新鲜 所以它吃起来是非常容易咬断的 或者说比较好嚼的 这个呢就感觉它嚼起来有一点费劲 但是它的调味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 这个酱好吃 嗯 今天我们吃的所有东西蘸这个 嗯 那个包子 懒得自己去操作 就图省事的话 觉得这个就及格了 首先它的价格不贵 然后操作也比较简单 中规中矩吧 嗯 75分吧 是吧 70吧 72.5 71.9吧 我心里 最近比较流行的日式小流石 嗯 这个不错 它这是日式的调味 在我看来 首先说它这个味道呢 就是有一点甜 有一点咸 然后都淡淡的 然后它还有这个海苔的味道 然后有一点鲜的味道 就是海鲜的那种鲜味 然后再配合上它这种脆脆的 各种形态的流石呢 总体来讲呢是ok的 但是你要说它有多好吃呢 我觉得也没有 你要说难吃呢也到不了 我觉得就是我买了 我不会觉得亏 我觉得哎呀怎么厚 我不会复够 嗯 就我绝对不会复够 但是我也觉得也还行吧 日式炸鸡 日式炸鸡 这个已经在kowkow流行了一段时间了 嗯 然后很多人对它褒贬不一 很多人说这个就可以替代台湾的 那个炸鸡叫什么 盐酥鸡 对他们说这个是盐酥鸡 这其实没有办法替代盐酥鸡 因为它外面的面糊是淀粉 它稍微比较软 它没有那么脆 没有那么硬 没有那么酥脆 然后里边的调味呢 它只放了酱油跟姜 也不一样 它也调味也不一样 所以它没有办法取代盐酥鸡 它跟盐酥鸡做法完全不一样 它是一种日式风格的炸鸡 对对对对 如果你喜欢吃这种姜的味道的话 那这个炸鸡真的是你的不二之选 外壳呢它没有那么硬 它是那种酥酥软软的 牙口不是特别好的呢 吃起来就会特别特别友好 它不会硌你的那个牙齦 它里边汁水还挺丰富的 嗯 没有任何评价 然后在这焖头吃就是最好的评价 再加一个地道 和牛的牛肉干 在之前的好物推荐里给大家介绍过 但是我们没有吃过 今天是第一次试吃 对有朋友留言的时候 他比较喜欢吃 比我想象中的软 嚼起来比较好嚼 比我想象中的好嚼多了 我觉得它的辣味是非常明确的 但是我觉得它太咸了 太咸了 比我平时吃的牛肉干都咸 甚至有点酱香味的那种感觉 是吧 它放了酱油啊 它用酱油盐的 好 放酱油了 它放了酱油跟牛肉汤 反正我们不会复够 但是我觉得也OK吧 我给65分 尤其奥兰多夏天又特别热 大量出汗以后 你吃它就没问题了 但是它这一袋呢 那我要是把饭做咸了 你能不能出去跑一圈 然后就别说我的饭咸了 对 我的意思是 你看你使用场景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包装 又不太适合外出鞋带 你只能单独自己再装一点 不 我那饭做咸了 它就是为了让你出去跑一圈 荒谬 这个呢就是COCO的这个长青产品 这是多少年的老产品了 这个是猪肉干 它是韩式烧烤酱的那个味道的 首先我是觉得它好吃的 其次就是推荐它是因为它太软了 太好嚼 我觉得你牙口不好也可以吃 而且它也没有什么猪肉的那种不好的味道 它里边呢就是那个典型的韩式烧烤酱的味道 它是甜甜的 它还有比较明确的蒜香的味道 然后有芝麻 有芝麻 有芝麻吗 有芝麻 它就是典型的亚洲风味的一个肉干 我之前还用这个肉干做过一个炒饭 小孩也特别爱吃 红油炒手 它这一盒是4碗这样子 然后每一碗里边有6个馄饨 你看它那图片没骗人啊 上面就画的6个馄饨 它说这方法倒是很简单 就是微波炉3到4分钟就好了 那我们试试吧 这个我们是微了三分半钟 然后焖了一会儿 哇 上面这个葱花感觉还挺 还挺不葱花的 底下是这样的 它好像有点沉淀了是吧 我不太清楚 它这红油感觉变成了红酱了 我有点担心它特别辣 嗯 里边是有整颗虾的 看来不辣 嗯 可以看到非常明确的一颗虾 虽然不大吧 但是虾仁就是 不是很推荐 不是红油 是红酱 对 红酱 而且它那个酱我也不知道什么酱 而且它这个有点偏甜 又有点发甜 好奇怪 你说它辣吧 喜欢吃辣的人 又觉得它根本不辣 不能吃辣的人 又会觉得它好辣 它都不是说它像不像火油炒手 我就觉得它不好吃 非要说的可取之处就是还蛮方便的 三四分钟就能吃上 就感觉今天好多钱都白虾了 嗯 含不上 就是替大家省钱了 达达达达 甜辣虾 这个是态势风格的 是9块钱 挺多的 两包 然后配两包sauce 两包酱 里边像那个dark sauce那种感觉 对对对 dark sauce加上辣椒 加上点辣椒 对对对 麻烦你把壳给我 因为我得知道 不客气 相敬如宾 空气炸锅烤10分钟左右就没问题了 中间记得翻个面 其实你不翻面也行 我就从来不翻面 我都是把空气炸锅倒一个 好了 这个非常方便 空气炸锅一烤就好了 中餐馆也有一道菜叫甜辣虾 跟这个一模一样 酥脆 对酥脆酥脆 空气炸锅一烤它不是硬的 是那种酥酥的 如果你那里的酷酥有的话你可以吃 对对对对 这个我们是会回购的 这个事实上也是我们确实是回购的 对对对 因为它面衣本身其实是没什么味道 它就有一点底味 所以你自己二次调味 你做成别的风味的也是没问题 没问题 一会咱做个自然 有机的烤栗子 这个在我节目里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 推荐我无数次了 还用它做过炒饭 煮汤炖肉 什么栗子鸡什么都用过它 对 这个也是深受广大朋友喜欢的 因为它只有年底的时候才会有 然后它通常一上 基本上就被抢光了 一箱里边有六包 然后特别钱才六块特别钱 对这个是我在市面里吃到的 这种大尔庄剥好壳的这种烤栗子 最好吃的 因为它每一个质量都非常的扎实 它的味道也都比较稳定 你把它放到空气炸锅里烤一下 更甜更面 就特别像咱们在外面买的那种烤栗子了 这个栗子我是百分百推荐的 而且它是小包装 爬个山呀 涂个布呀 或者去公园玩啊等等 你戴上 还挺狂饿的 它非常狂饿 但是这一包的热量其实只有100卡 我还用它做个炒饭 大家可以去看那期 也是用考考的食材 做各种各样的炒饭 春卷 这个好像是最近 一段时间吧才有的 然后它这一盒是50个 它这个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它里边有毛豆 然后有笋 它是素春卷 火 挺多的 批发 它的制作方法也非常简单 你可以用烤箱 也可以用空气炸锅 空气炸锅呢 就是375华氏度烤8分钟 我们烤了14个 然后没有用8分钟 没有用10分钟 每个空气炸锅的火力啊 还有这个你每次烤的数量 其实不太一样 就感觉像是咱们自己在家包的 然后新鲜出炉的那种感觉 不太像是我们印象中的那种冷冻食品 它这个外口非常脆 大家听一下 特别酥 我们买的价格是10块4毛9 50个 50个 哇 这么算下来这个就性价比非常高 好吃 味香 对 那个毛豆咬完之后 那个香味从鼻子里能章出来 第一我肯定会复够 第二如果让我打分的话 不占酱我就给90分 占酱我就给80分 那你占8下没分了 这款流食呢 是考考自由品牌Kirkland 它这个乍一看呢 跟亚洲的这个小零食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给大家打开看看 你们就知道我说什么了 过年的感觉 这个特别像咱们小时候吃的那个鱼皮花生豆 但是它里面不是花生 它里面是杏仁 又酥脆 然后又好咬 就很舒服的一块小零食 咱们小时候吃的那种姜米条 甜甜的 咸咸的 酥酥的 还有一点辣辣的 大家听听 嗯 然后它里面还有这种山核桃了 然后还有这个腰果 总而言之就是它这里面所有的东西都非常的好吃 它的调味也OK 它是有一点辣 我觉得小朋友可能不太能接受 百分百是我们家长期回购的产品 强烈推荐给天津的朋友 这就是辣的麻花 非常香 因为它炸的那个面的那个味道从鼻子里出来的时候 它就是麻花 速炒乌冬面 用微波炉就可以搞定 我们当时买它就是想试试看 因为按照我的经验 就这一类的微波炉食品都不怎么好吃 它带着它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们先来试一试它到底好不好吃 而且最近这个价格也是比较的无法拒 好像打完整五块多 五块多相当于一块多先一包 四包面 它还配了四包蔬菜包 然后还有四包teriyaki的酱 它这个酱好像也是干的 是粉 你要是如果用微波炉的话 你最好要加上三到四汤匙的水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下吧 试一下 哇居然是辣的 好呀 鲜辣饭还是蛮好吃的 Bravo 有人可以承受辣 那你可以吃 有人可以承受辣就可以吃 承受辣 我会还怀疑我先让自己承受 你家这面挺好承受的 那我们就吃到这里了 我爱你们拜拜 我爱你们拜拜 你真的不怕辣吗 OK吗 辣没辣 那我再去弄一份吧 对你再弄一份我再拍一份